跟周启正离婚后,我瞬间变回了父母眼里的赔钱货,吃了三天闲饭,嫂子就开始打鸡骂狗。搬到莲租房的第二天晚上,我在楼下看到了熟悉的车。周启正穿黑色大衣,靠在车上抽烟,我只当没看见她,低头往前走。 菲菲,她掐了烟,声音淡淡,我只是出差了一个月,回来就成了二婚,你是不是需要给我个解释?周启正出差的第三周,我拟好了离婚协议。 公婆那天都在家,我下楼,将协议放在了他们面前。周先生,夫人,我和周启正结婚只有三个月,婚内没有共同财产,所以周家的一切我都不要。 我的行李也打包好了,您可以让人检查。当初周家给我的聘礼和彩礼,我也都整理好了,就在楼上放着,您可以让人去清查。 离婚协议我签好了字,等周启正回来,她签字后就可以继续走流程。 这三个月,多谢您二位和周家上下对我的照顾。 我微微鞠了个躬,如果先生夫人没有其他安排的话,我就先告辞了。 妃妃,可是启正做了什么对不住你的事? 公公问了一句,婆婆赶紧清扯了一下她的衣袖。 我只做没有看见,没有,周启正很好,周家也很好,是我自己的原因。 既然你都做好决定了,那我们也就不多说了。 妃妃啊,虽然你嫁过来的日子短,但周家也不会亏待了你。 周夫人使了个眼色,少请就有人拿了一张卡过来。 这里面有二百万,你拿去买个房子,安置好自己。 无功不受禄,夫人,卡我就不要了,您和周先生多保重身体。 我没有再多说,转身拉过箱子打开。 周夫人赶紧起身,让庸人把我的箱子收拾好。 你看看你这孩子,我们难道还把你当贼不成? 快去准备车子,好好地把妃妃给我送回家去。 周夫人亲自送了我出去。 看我上车,她才大松了一口气,面上笑容也真挚了几分。 周家的司机将我送回四脚下, 我妈和嫂子正和邻居街坊们在巷口闲聊。 看到车子过来,两人眉开眼笑地迎上钱,接了我回去。 进门嫂子就喊着让我哥给我泡好茶。 茶还没泡好,得知我离了婚,还是净身出户回来的。 一家人的脸色瞬间全都变了。 周家欺人太甚,怎么能一分钱都不给你? 刚结婚三个月就离婚,彩礼咱们不能退。 菲菲啊,你彩礼钱带回来了吧? 没有,全都留在周家了。 嫂子转身把端来的茶倒进了垃圾桶。 我妈站起身进了卧室,将卧室门摔得震天响。 我有点不舒服,本来打算休息几天再出去找工作找房子的。 但第二天开始,嫂子就开始骂家里的狗,骂小侄女过碗瓢盆摔得叮当响。 吃闲饭的玩意儿,白养了她几十年,连根毛都没带回来。 我就说她是个赔钱货,白给人家睡了几个月,出去卖都好过,被人白调。 妈妈,什么是赔钱货呀? 小侄女奶声奶气地问。 我哥翘着脚冷笑一声,你也是个小赔钱货。 我躺在房间窄小的单人床上,睁大眼看着头顶的天花板。 眼泪缓缓缓从眼角阴出,阴晕在枕上,湿了一片。 第三天,我搬去了连租房。 走的时候,只有小侄女拽着我的袖子舍不得。 我偷偷给了她一个红包,嘱咐她自己放好。 姑姑,你还回来吗? 我笑了笑,摸了摸她的头发,没有回答。 搬好家,我就开始找工作。 刚毕业的学生,没工作经验,学历也平平。 甚至连面试机会都少得可怜。 从公交车上下来时,我疲累无比。 去便利店买了一块三明治,就预备回租屋。 刚到楼下,却看到了一辆熟悉的车子。 我的脚不顿了一下。 初冬的风有点冷了,周启正穿黑色大衣,靠在车身上抽烟。 远远的,我只看到她指尖星红一点,明明灭灭。 不远处,站着穿八宝丽风衣和RV细跟高跟鞋的秘书江兰。 她是周启正的机要秘书,两人平日里几乎形影不离。 我压下心底酸楚,一开视线低了头,只做没有看见她。 飞飞,周启正忽然叫了我的名字。 她掐了烟,谋色深深,声音却是一如既往的寡淡。 我只是出差了一个月而已。 怎么回来就成了二婚,你是不是要给我一个解释? 没什么好解释的。 我盯着自己的鞋间,周奶奶一个月前去世了。 这婚事是她老人家一手促成的。 所以,都什么年代了,包办婚姻这种事是封建糟薄,很可笑的。 包办婚姻? 周启正微醋眉,所以当初嫁给我,你不愿意? 难道你愿意? 周启正沉默了。 我轻笑了一声,她不也是因为孝顺才娶我的? 大家都心知肚明的是,何必做出一副受害者的模样? 挺冷的,我先上去了,就住这种地方。 当初嫁给周启正时,周家给了888万的彩礼,另外又给我们家在市中心买了两套房子。 一套歌扫战了,一套我爸妈战了,888万一分不少,我都退了。 现在自然是一无所有。 剩前,周启正鹅脚的青筋似乎都微微抽跳了一下,这里不安全,你先搬出去。 不用了,我觉得挺好的。 飞飞,你签字了吗? 签好字的话,明天正好周一,我们可以去民政局把手续办了。 奶奶刚去一个月,我不能让她老人家在地下不安。 你早点娶个可心可意的老婆回家,生几个大胖小子,周奶奶泉下有之自然安心。 飞飞,你是因为婚后这段日子,我太忙冷落了你,才要离婚。 这哪儿跟哪儿啊? 我跺了跺脚,骨头缝都被冷风吹透了,明天民政局见吧。 说完我就要走,周启正却一把拽住了我,你要是愿我让你独守空房,大可以直接告诉我。 说实话我也没有多太想,毕竟出体验很一般。 一瞬间,周启正的脸色就沉了下来。 很一般。 周启正的手指渐渐用力,几乎是咬着牙地说,要不是你又哭又踹,能草草结束。 想起那兵荒马乱的一碗,我也不由面红耳赤,我怎么会知道你长那么硬生生地将那个到了嘴边的字给咽了回去。 我咬着牙,低头掰他手指,都要离婚了,说这些也没意思,你把手松开。 我找工作累了一天了,想早点回去休息,离婚的事情我不同意。 手上的动作顿了一下,我抬眸看他,你是因为二婚这事传出去不好听吗? 离了婚,我也是二婚啊,我一年轻的姑娘都不在意。 周启正这样,身家雄厚高高在上,别说二婚,就算三婚四婚客妻客子。 想嫁给他的女人,也能从京城一路排到法国去。 总之,沈飞飞,离婚的事,我不同意,我不会违背奶奶的遗愿。 周启正松开手,把我耳边微乱的发扶开,轻轻挂在耳后。 如果之前给你造成了不好的体验,或者,我这个做丈夫的有什么地方让你失望,我先给你道歉。 但是飞飞,婚姻对我来说并非儿戏,我希望这段时间你也可以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 还有,刚才来时我观察了一下,你租住的这个地方很不安全。 你至少要为自己的人身安全负责,我有一套小公寓闲置着,你可以先搬过去。 既然决定离婚,我就不可能再和你还有周家有瓜葛。 我推开她的手,缓缓向后退了一步。 夜风很冷,我裹紧了身上的外套。 心里有酸苦的委屈,但那委屈却又好像无从说起。 毕竟,从一开始,我就很认真地告诫过自己,不会再轻易爱上一个男人,哪怕她已经成为我的丈夫。 再说,提出离婚后,却又去住她的公寓,算什么事呢? 我又不是她养在周济酒店总统套房里整整三年的那个女人。 我也不可能心甘情愿地去做一个男人的金丝雀。 非非,周启正大约是耐心告庆,有些不悦地醋了眉。 这一瞬,我其实是有些理解她的心思的。 娶我这样一个小门小户的妻子,只能忍气吞声地接受,包容她的所有花边新闻。 更不会给她养在外面的心肝肉,什么委屈和苦头吃。 当然,我也可以因为周太太的身份,跨越数个阶层,改变自己的命运,锦衣玉食享受富贵。 但是,我说服不了自己,我做不到这样。 周先生,时间不早,应该回去了。 我话音刚落,江兰忽然拿了手机过来。 周先生,您的电话。 拿走。 周启正眼底有了薄暮,声音沉沉,隐含不耐。 江兰看了我一眼,有些为难,是周济酒店那边打来的。 我下意识抿紧了嘴唇,定定看向她。 她的神色有了细微的变化,眼底的薄怒渐渐化开。 我收回视线笑了笑,转身就走。 上车。 周启正握住我的手腕,直接将我拉到了车边。 这里不安全,你今晚跟我一起。 周启正力气极大,我根本挣不开。 这一整天我都在奔波找工作,晚饭还没来得及吃,也没劲和她闹堂。 到了周济酒店,周启正让江兰带我去房间,就形色匆匆离开了。 我坐在偌大的套房里,从包里翻出那个早就冰凉的三明治。 一口一口,活着冷水吃光了。 夜很深了,周启正还是没回来。 我歪在沙发上,迷迷糊糊睡着了。 不知多久,感觉自己落入了一个带着浴后清凉水汽的怀抱。 随即身体陷入柔软如云朵一般的大床上。 周启正微湿的额头就蹭过了我的颈侧,怎么不去床上睡? 我下意识要伸手推开它。 它却直接捏住我的手腕固定在脸侧,低了头亲我。 我立刻别过脸去躲开了。 难为它折腾大半宿,还有这样充沛的体力和精力。 菲菲,离婚协议我还没有签字。 它攥住我的手腕,垂眸望着我的脸。 眼底仿似带着欲求不满的怒意。 婚姻存续期内,男方不顾及妇女意愿强行发生关系,也是不合法的。 我虽然睡得昏昏沉沉,但总归脑子还没有彻底糊涂。 决定离婚,除却金钱上,肉体上更是不能再和它有半点牵扯。 免得将来说不清楚,你觉得如果我硬来,你能拒绝? 它更紧钻住我的腕骨,声音里隐隐透出力气。 我不知道它哪来那么大的火气。 大约是金屋藏娇的那一位身骄体弱,没能伺候好他,让他满足。 但就算我皮糙肉厚,也没这样,没脸没皮。 我不觉得周先生要疏解生理需求,还需要应来。 其实我心底也有点慌,但面上却仍做出镇定之色,周先生也不会做出这样小身份的似的,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我不会? 非非,我周启正也只是一个普通的男人,一个普通的丈夫而已。 他沉下身,膝盖顶开我的一条腿,破我与他身体紧贴。 我嗅到他身上很淡的育后的清新味道,想到他不管多晚回家,都会第一时间去洗澡。 我清晰无比地记得那一次,我们刚新婚不久,磨合出了些许的默契和经验。 他却可以因为周记酒店的那个女人,在我们喜自还没接去的婚房大床上, 理智而又冷酷地抽身离开,彻夜不归。 我颓然地闭上眼,在他的稳落下来那一瞬,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将他推开。 周启正,好聚好散吧,毕竟我们根本不合适。 哪里不合适? 他眸色沉沉腻着我。 所有地方都不合适,从出身,家世,相貌,能力,再到床上,我们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合拍。 你是不是有喜欢的男人? 我愣了一下,下意识地摇头。 不合适,那就慢慢磨合。 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出差前那一碗,你很享受。 我装的,装的。 周启正仿佛被我的话气笑了,慢条丝里脱下浴袍。 再次攥住我手腕,直接将我翻了过去。 那今晚你倒是再装一次给我看看。 我不知道这老男人哪里来的这么多的花招。 明明我们新婚业那天,她好几次都弄疼了我,看起来也不像是经验很足的样子。 我是一个很正常健康的女人,所以到最后,干脆也就放弃了。 不再和自己身体的正常生理反应做抗争。 周启正见我温顺乖巧,似是心情也逾越了几分。 床子之间,倒是也于尊降贵地哄了我一番。 我是在周启正的怀里睡着的。 这一觉直睡到了天光大亮。 我睡眠向来有些浅,所以周启正讲电话的声音压得很低,但我也被吵醒了。 沈剑去公司找我,听到我哥的名字,我瞬间整个人就紧张了起来。 又要钱。 周启正仿佛低笑了一声给他,把人打发走就是了。 我闭着眼,心里却膨胀着说不尽的委屈和屈辱。 这就是我的娘家人,这些年来,仗着周奶奶对我的偏爱。 他们从周家讨了多少好处了。 就算当初我对周奶奶有那么一点微末的恩情, 这些年我的爸妈哥嫂,也早就十倍百倍地讨回来了。 更不用说,结婚前,周家直接买了两套房落在我的名下,就是为了让我补贴娘家的。 我知道他们这些人贪心不足,就是个无底洞。 所以周奶奶去世后,我就有了离婚的打算。 其大飞偶,这样下去,只会让周家彻底生厌,连我自己都永远抬不起头来。 周启正挂了电话,离开时却又折转回床边。 我闭着眼,只坐仍在熟睡。 他似乎站在床边看了我好一会儿, 到最后,辅了身,轻亲了一下我的侧脸,才转身离开。 他走后,我立刻打了电话给房产中介,将房子挂牌出售了一套。 当初周家在婚前给的这两套房子,是周启正做主放在我名下的。 当时,我哥和嫂子都有点不愿意,但也不敢得罪我这个周家少奶奶。 如今倒是让我有了拿捏他们的把柄。 我又给沈剑打了一个电话。 沈剑,我只说最后一次,人不要太贪得无厌。 如果你让我知道,你和嫂子爸妈你们中任何一个人, 再去找周家的人要钱,我卖掉的就不是一套房子了。 沈飞飞。 你个吃里爬外的白眼狼,沈家白养你了。 你敢卖我的房子,老子一准弄死你,我不听他的叫骂,直接挂断电话拉黑。 顺便也将沈家其他人的电话全都拉黑了。 房子挂牌价格稍稍低于市场价,而且地段和小区周边配套都算不错,所以很快就有了买主。 买家去看房子的时候,我哥和嫂子去闹过几次。 中介给我打电话,我直接报了警。 买家怕有纠纷,有些迟疑,我就把价格又降了十万。 小两口商量后,很快就签了合同。 拿到钱的第一时间,我就直接去银行转给了周启正。 沈家人自来欺软怕硬,我这样不讲情面直接卖房子,倒也吓住了他们。 生怕我会动怒卖掉另一套,就安分了下来。 钱转给周启正不过十分钟。 他给我打来了电话。 飞飞,你在哪? 刚从银行出来。 我站在路边广告牌下,对面商场的大屏幕正在放着新闻快讯。 中间插播了一条花边新闻。 男主角正是我法律意义上的丈夫,而女主角不是我。 三年了,他将那女人藏得滴水不漏。 世人只知道周启正在周济酒店有金屋藏娇的心头肉,却连人家一根头发丝都没有拍到过。 我叹息着轻笑了一声,周奶奶都被他哄骗了呢。 到现在我还记得,结婚前周奶奶拉着我的手说的那些话。 飞飞啊,启正这个人,心里除了装着公司和她的事业,根本没有想过男欢女爱的事。 她虽然比你大几岁,也不会什么风花雪月的情趣,但奶奶相信她一定会是个好丈夫的。 而且,奶奶看得出来,她对你和别人不一样。 从前,奶奶不是没给她介绍过其他漂亮小姑娘,可她都没什么兴趣,直接不给我老婆子面子就拒绝了。 周奶奶说到这里就笑了起来,但是之前,我对她玩笑着说起你,她就不说话了。 你瞧瞧,每次你来看我,她后脚也就跟着来了,奶奶心里明镜一样呢。 当时听了这些话,我也留意过。 周启正平日里急忙,甚至回家的次数都趋值可数。 但只要我去周家看望周奶奶,五次中,她至少有三次都会在。 我走的时候,周奶奶也会顺理成章地吩咐她送我回去。 但她是个寡淡少言的性子,一路上也不和我说话。 只是每每在巷子口下车时,会叮嘱我一句,到家了给她打电话说一声。 有一次,我忘了给她打电话,她电话打过来询问我,有没有安全到家时。 我才知道,原来每一次她都是接到我报平安的电话,才开车离开的。 后来,我之所以会说服自己嫁给她,大约也是因为这些朦胧的,让我心生涟漪的情愫。 只是如今,我早已想明白了。 她大约从没有喜欢过我,她这样的男人,只需要一丁点的手段,就能让人心甘情愿地栽进去。 你找个咖啡店坐一会儿,我现在过去接你。 周启正,把字签了吧。 菲菲,如果你还要这样拖下去的话,我只能去起诉离婚了。 周启正,你也不想闹成这样吧? 电话那边,她沉默了许久。 我站在路边,听着车来车往的喧嚣。 心里却是一片平静,如无风吹过的湖面一般。 好,如你所愿。 周启正说完,就挂了电话。 当天下午,她的秘书送过来了签好字的离婚协议。 是我你好的那一份。 我们和平离婚,没有任何牵绊和纷争。 沈家人也没机会再去周家要钱。 如果他们安分守己,市中心那套房子足够让他们好好生活下去。 而我不想再和沈家的任何人有一丝丝的瓜葛。 从考上大学的第一天开始,我就在准备出国留学的事。 我想要逃离那个可怕的原生家庭,逃离吸血鬼一样自私无情的家人。 宁愿去一国做扶贫,颠沛流离。 也不想看着自己的至亲,一刀一刀狠狠扎在自己的身上。 时至今日,终于如愿。 国内一切安置妥当,手续全部办好,已经是两个月后的事。 我出国那天晚上,周启正也得了信。 周先生,夫人,沈小姐今晚十一点的航班,知道了。 周先生,还有事? 沈小姐说,以后沈家人不会再来骚扰周家了。 之前的事,她说很抱歉。 周启正手中的钢笔顿了顿,知道了。 少请,还不出去。 沈小姐之前,让我把这个还给您。 秘书拿出那个戒指盒,小心翼翼地递了出去。 周启正望着那个盒子,足足望了半分钟。 方才指了指桌面,放这儿吧。 秘书放下盒子,就安静退出了办公室。 周启正无心在办公,干脆起身点了支烟。 站在窗边许久,她台湾看表。 晚上九点半,应该还来得及。 我坐在机场候机大厅,徐南赶到的时候,刚好十点。 这次去美国的签证,是通过结婚的方式办下来的。 徐南是我的学长,毕业后就定居美国,拿到了绿卡。 他有一位恋人,也是我的学长。 他们的恋情,得不到徐南家族的认可。 这些年,徐南抗争了数次,都没能如愿。 他的恋人近几年得了中度抑郁,徐南拼死争取,才得了一线生机。 他娶妻,然后领养一个孩子。 徐家后继有人,对于他们在一起的是,自然争执眼闭之眼不再干涉。 和徐南关系亲厚的我,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我不爱他,他也不爱我,但我们彼此知道对方最重要的秘密。 虽是结婚,实则却只是合作拍档而已。 我可以远渡重阳,远远离开家人。 徐南也可以和自己的爱人光明正大的在一起。 算起来,我并不吃亏。 去安检吧。 徐南像念书时那样揉了揉我的头发,怎么都没想到,你这个鬼灵精怪的小丫头,成我妻子了。 我也不由失笑,我也没想到,我刚离婚两个月就又嫁人了。 菲菲,徐南看着我的目光里,不由带了几分疼惜,为什么非要离婚呢? 她明明不愿意的。 我缓缓垂了眼眸,从前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觉得多少委屈都能咽下去。 但后来知道了她有那么心爱的女人,这个坎儿怎么就过不去了? 想到这件事,心里就难受,彻夜彻夜地失眠。 她只要一出门,我就会忍不住胡思乱想,想她是不是去见那个女人了。 我觉得,再这样下去,师哥,我就要疯掉了。 可我不想变成一个怨妇,哪怕我偷偷在心里喜欢她很久了。 嫁给她的时间越久,我怕我自己越是放不下, 所以,趁着现在和她在一起的时日上短,跟她离婚,应该也不会太痛。 徐南摇摇头,轻叹了一声,傻瓜。 她按住我的肩,见我低了头站着,只是无声地掉眼泪。 她大约是想到了自己和恋人过往的艰难和心酸,不免也有些触动。 以后,师哥给你撑腰,天底下好男人多着呢。 等去了美国,师哥给你找个金发碧眼的大帅哥。 你再生个混血儿,回来把周启正鼻子都气歪。 我正难受着,听了这话,不免又想笑。 像是上学时那样,捶了师哥好几下,怎么说我现在还是你老婆? 你这是主动给自己戴绿帽啊? 我们关系好,徐南对我来说更像是闺蜜一样, 因为她的取向问题,我总是会不由自主模糊了她的性别。 在我们两人眼里,很正常的闺蜜一样的打闹, 落在旁人眼中,就成了小情侣之间的打情骂俏。 周启正攥着车钥匙,定定站在那里。 两个月前,还是她妻子的我, 此时正和一个高瘦清俊的男人打打闹闹。 直到徐南扯了扯我的衣袖, 飞飞,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过去。 却只看到了周启正转身离开的身影。 她人生的出挑,人群中极其耀眼, 就算只是一个背影,却也十分吸引视线。 我和她总归夫妻一场,她生气没生气, 我还是能看出来的。 其实,我更没想到的是,周启正会来机场找我。 毕竟我们拿到离婚证整整两个月, 她一丁点消息都没有。 偶尔我也会不争气地幻想, 幻想她给我打电话。 幻想她像那一夜一样, 出现在我租屋的楼下。 幻想她哄我不要离婚, 我也许会心软点头, 现在这幻想倒是实现了一半, 只可惜,时机不大好。 飞飞,要不要我去帮你解释一下? 不用了,反正已经分开了。 她也从未给我解释过周济酒店的女人。 我又何必给她解释离婚后的新欢? 更何况,周启正就算是生气, 也只是因为自尊心受伤了而已。 毕竟,她这个天之娇子的妻子, 主动提出离婚,甩了她不说。 还这么快就有了新男友, 换哪个男人都会心梗。 她好像很生气, 你刚才没看到, 我看到她的时候, 她还没转身走, 脸都是铁青的。 生气也可以理解吗? 毕竟她很自负的。 徐南摸了摸下巴, 却有些不治可否。 非非,我总觉得周启正对你并不是没有感情。 别提她了,再有感情又如何, 难不成她还会来抢婚做小三吗? 我故作若无其事地说笑着, 但其实心里却一直有点顿顿地疼。 周奶奶这样说, 徐南诗歌也这样说, 可唯独我自己, 好像怎么都没办法相信。 周启正是有点喜欢我的, 飞机飞上高空, 渐渐归于平稳。 徐南坐在我的身旁睡着了。 我打开手机, 相册里有一个锁起来的相簿, 里面只有一张微信对话框的截图。 沈飞飞, 你信不信, 就算周启正这会儿在你身上, 只要我让他过来, 他也会第一时间过来我身边。 我当然信, 因为后来周启正的所有所作所为, 都如他所说, 坚定离婚的决心, 应该就是在那一瞬仲下的。 但凡他有丝毫迟疑, 但凡他没有意乱情迷之时, 都能抽身而出, 深夜离开。 也许我还会自己骗自己, 一直一直地骗下去。 和徐南举行仪式那天, 我总会时不时地失神。 徐南悄悄问我, 飞飞, 你是在等周启正吗? 我嘴上没承认, 心里却很清楚。 其实这些天, 我经常忍不住幻想, 周启正会来美国, 会阻止我嫁人。 那还不是上学时, 言情小说霸道总裁看多了吗? 才会幻想着, 男主从直升机上下来, 带着浩浩荡荡的几百辆豪车, 来婚礼现场劫走新娘。 还能平嘴, 看来待会儿交换戒指的时候, 不会哭了。 徐南嘴上在说笑, 但我看得出来, 他其实心里也很不好受。 我们俩穿着新郎新娘的礼, 并肩坐着, 瞧着很像一对貌合神离的怨驴。 师哥, 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 如果周启正真的来抢婚的话, 我该怎么做? 放心,师哥, 答应你的事, 我不会反悔的, 我肯定不跟他走。 徐南不由笑了, 说得好像周启正真的来了似的, 卧槽。 他呼得从椅子上弹了起来, 又是惊恶, 又是不敢置信的, 狂喜。 我手上的新娘捧花掉了下来, 浑浑噩噩从椅子上站起来时, 还踩着自己的婚纱裙摆, 差点摔了。 周启正没有从直升飞机上 酷炫吊炸天地下来, 也没有带着浩浩荡荡的豪车队伍。 他仍是平日里那样的装束, 深色的商务西装, 浅灰色的衬衫, 板正道一丝不苟的稀苦。 手腕上却没带他那支价格不菲的钢表, 反而带了一块两万块的不知名品牌的表。 那是结婚前我送他的。 我并没有什么钱, 也没有洞周家给的彩礼和聘金。 那两万块也是我大学四年咬着牙唇下来的, 是我所有的存款了。 两万块的表对我来说是天价, 毕竟我连两百块的鞋子都要考虑很久, 舍不得买。 但周启正从没有带过。 我当然知道这样的便宜货, 连他一根领带的价格都不如。 他带出去自然小了身份。 我能理解, 但其实说不失望不难受, 也是不可能的。 周启正的到来, 让徐家的亲友都有点意外。 毕竟婚礼规模很小, 都是徐家的至亲和世交。 有人认出了周启正, 对徐南的父母低语了几句。 他们两人都有些讶异地回头看了看我, 方才上前与周启正说话。 抱歉打扰到诸位, 我想和沈小姐单独说几句话, 不知方不方便。 我们还是要问一下飞飞的。 当然, 徐南碰了碰我, 你去不去? 我特别想要有骨气地说不去。 但周启正就站在那里, 我望着他, 眼眶不由自主就开始发酸。 他有话想要和我说, 我也想要问问他。 人有时候总是很奇怪, 院部的古人说, 至亲至书夫妻。 我和周启正是夫妻的时候, 什么话都说不出口, 什么事都不敢询问。 但现在我们毫无关系了, 我却有大把大把的话想要说。 去吧, 人家万里迢迢追过来的。 徐南捡起地上的捧花, 推了推我。 周启正叫了一声我的名字。 我没回应, 只是低着头往前走, 一直走到不远处的喷泉边方才站定。 你来干什么? 菲菲, 我不是拿婚姻荡儿戏的人。 所以呢, 和你结婚, 是我慎重考虑过的。 因为我很适合。 我回头看向周启正, 没有家事, 娘家又是一群贪钱的吸血鬼, 很好拿捏, 对不对? 周启正眉宇微醋。 菲菲, 我没有考虑过 除你之外的其他任何因素。 我听不懂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 娶你为妻这件事, 我从来考虑的都只是你而已。 周启正, 你平日里看新闻吗? 当然, 八卦新闻呢? 她摇头, 我不感兴趣。 所以, 你当真一无所知吗? 菲菲, 你想要说什么, 可以直接说出来。 静报。 周氏横积十夜新任副董周启正, 于周季酒店金屋藏娇, 新婚蜜月期, 贴下娇妻夜妇酒店私会旧爱, 周季酒店。 金屋藏娇? 别说, 周启正还挺会抓关键词的。 你不要告诉我, 这些八卦绯闻, 你半点动静都没听到。 我直接堵死了他所有辩解的路, 周氏的法务部和公关部都不是摆上。 你身为周氏唯一的继承人, 私生活上的任何污点都能成为竞争对手攻击你的力气。 网络上任何风吹草动, 我相信你那些能力出众的下属都会第一时间获取。 你说的这些我有耳闻, 法务部上个月处理的几十项侵权案件中, 有近十个都是针对这些传谣的媒体和私人营销号的。 周启正看向我, 所以你是因为这些事才生气的。 我不该生气吗? 那你是不是还看到有八卦绯闻编排江兰和我? 我点头。 那你知不知道江兰喜欢的是女人, 她对我根本没兴趣, 所以我才会放心用她的。 我惊呆了, 还可以这样给自己洗白。 周启正,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傻? 周启正似乎懒得便捷, 直接拿出手机拨了个电话。 江兰, 你自己给菲菲解释, 男人有什么好的呀, 又硬又臭。 我从小就喜欢女孩子, 尤其是漂亮的女孩子, 看起来就香香的特别可爱。 你别乱想啊, 沈小姐, 我可从来没喜欢过周先生, 那要是说我喜欢你, 倒更可信几分。 我下的手机都没拿稳, 赶紧挂了。 周启正看着瞠目结舌的我, 伸手把手机拿了过来。 这些话, 你婚后怎么不问我? 那你为什么不主动坦白? 我以为我让法务部处理干净那些造谣的媒体, 你自然会明白的。 那我为什么不能认为, 你这样做, 其实是在欲盖弥彰? 而且, 无风不起浪, 周济酒店确实有一位和你关系密切的女性, 是不是? 菲菲, 周启正的神情是前所未有的严肃和认真, 这件事关系到周家的一桩隐私盒, 丑闻, 所以, 我才对你隐瞒了。 丑闻, 我其实还有一个异母同胞的兄长, 只是他从小体弱多病, 常年在国外养病, 所以外界几乎不知道他的存在。 三年前, 他在瑞士的别墅自役, 当时距离他的婚期只有一个月了。 周启正说到这里, 声音墨地顿住了。 我看到他一双眼, 渐渐慢起了赤红, 紧隐的唇角都在隐隐抽动。 周启正, 我是真的不知道, 从来都没有听人说起过, 我有些难受。 不由自主握住了他的手。 他的死, 给家人的打击太重, 所以这几年, 家里长辈都闭口不提, 你不知道是很正常的。 周启正拍了拍我的手, 掩下了所有的情绪, 我哥去后, 留下了一个未婚妻, 他无父无母是个孤女。 我们本打算将大哥名下的遗产 分他一半, 让他再嫁人, 但他不肯, 执意要带着我哥的骨灰回国。 当年他在周济酒店做服务生, 与我大哥一见钟情。 回国后, 我们尊重他的意愿, 将周济酒店的顶层套房 常租了下来, 这三年来, 他都住在那里。 他不想被外界打扰, 所以回北京后, 几乎没人知道他的身份。 也许是和我大哥感情太深, 一直走不出来。 这三年, 他几乎足不出户, 身居简出, 甚至还对我父母说, 想要给我大哥守一辈子。 感念他对我大哥的情意, 这些年, 父母将他当亲生女儿看待, 我也将他当大嫂看待, 他常年避不见人, 又有中度抑郁, 时常会有自残的行为。 飞飞, 有几次我不得不深夜赶过去, 就是因为这些事, 大哥去后, 奶奶身体不好, 前些日子也离开了人世。 我父母年纪大了, 大哥早逝是他们的一块心病, 所以他的这些事, 我几乎从不对父母提起, 就是怕他们再伤心伤身。 周启正的述说, 滴水不漏, 严谨有序。 我最初听着, 确实很感动, 但忽然想起那唯一收到的一条微信, 不免心生疑虑。 如今看来, 整个周家上上下下都对他十分心疼感恩。 莫名其妙的一条微信, 也许是外人挑拨, 也未可知。 但不管怎样, 既然今日要把话摊开来说, 那我也就坦白了自己的这点疑惑。 我将手机相册打开, 将那张截屏照片拿给周启正看。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结婚大概一个多月的时候, 有一天深夜, 你接了电话就穿衣离开。 周启正盯着那张照片, 足足有半分钟之久。 我记得我到周济酒店的时候, 他割了腕, 浴缸里都是血。 当然这条微信并不能证明什么, 也许是别人故意挑拨, 毕竟你也说了, 他对你大哥用情极深, 这些话不像是他回说出来的。 周启正却忽然轻轻摇了摇头, 飞飞, 我忽然想到了一些事。 他把手机放我手里, 定定看了我一眼, 忽然很用力地抱了我一下。 飞飞, 不要和你师哥结婚, 你等我几天, 我回国处理一些事, 很快就会回来找你。 周启正, 乖, 等着我, 好不好。 周启正双手握着我的肩, 微俯身望着我, 眼神里的恳切 让我无法摇头拒绝。 离得这么近, 我看到他眼底满布的红血丝, 脸上的倦意亦是那样的清晰。 我忍不住抬起手, 轻轻摸了摸他的脸, 周启正, 他忽然捧住我的脸, 狠狠地亲了我一下。 等我回来, 我看着周启正大步离开, 一直到走出很远。 他忽然停步, 似乎想要回头看我一眼, 但最终, 却还是没有。 我的眼泪忽然就落了下来。 周启正走了一会儿, 徐南过来找我。 飞飞, 我忽然想通了, 我不打算举行婚礼了。 徐南换掉了新郎的礼服, 谋色平静而又决然。 婚礼, 还是要和自己爱的人举行, 才有意义。 飞飞, 你觉得呢? 徐南摸了摸我的头, 飞飞, 诗歌希望你幸福, 也希望我和我爱的那个人, 也能收获幸福。 我用力地点头, 你是全世界最好的诗歌, 你当然会幸福的。 我知道, 诗歌之后的路, 大约会很难。 毕竟国人的传统观念里, 要结婚生子传宗接代, 是人生大事, 家族大事。 徐南他要顶着多么巨大的压力, 才能圆满。 周启正这一走, 足足一周都没有消息。 期间, 江兰倒是给我打了两次电话。 不知道怎么了, 每次接到他的电话, 我都有点心里毛毛的。 后来得知他已经有了可爱的女朋友, 我这颗心才算是落回了肚子里。 我按部就班地去了学校报道, 上课。 没能和徐南结婚, 但是读书的事, 我还是会继续坚持下去。 当初高考时, 因为家里的缘故, 我发挥得不太好, 没能去心仪的大学, 选择喜欢的专业。 如今可以继续读书, 我很珍惜这个机会。 课业还是很繁重的, 我的英文虽然还不错, 但是全英文授课 对我来说还是有很大的难处。 忙起来, 倒是也没太多的时间 去想周启正。 所以那天中午离开图书馆时, 猛然间看到他站在我面前, 还是很意外的。 周启正不是空着手来的, 但他给我的东西我怎么都没想到。 他拿了一张报纸递到我面前。 那是京城发行量最大的新闻日报, 却几乎用了大半个版面来报道这一则新闻。 我一眼看到了加黑、加粗的大标题。 大揭秘。 周家已是长子周启勋的未婚妻, 今日离京, 并宣布终生不再回国。 下面还有几行小字照片。 三年来, 赵女士一直住在周济酒店总统套房。 周家对这位长子一双照顾有加, 照片仍未拍到赵女士的全貌, 但从侧脸也能看出, 她实在生得秀眉可人。 菲菲, 之前的事都是我的错。 周启正拉住我手, 缓缓将我带入怀中。 我也有错, 有什么事, 我应该找你问清楚的。 不过, 错还是在你。 我仰脸看向她, 因为我无法确定你对我的感情, 所以很多事, 我自觉没有立场询问。 那你呢, 从结婚第一天开始, 我就无数次在心里问自己, 菲菲是不是一点都不喜欢我。 不喜欢, 我不会嫁的。 不喜欢, 我也不会去的。 所以, 我们俩是在彼此猜测, 彼此试探, 然后得出了一个彼此都不喜欢彼此的结论。 我以为你嫌我没有情趣太古板, 我以为你只是觉得我比较温顺好摆布。 我说完这一句, 周启正忽然笑了。 我原本想要瞪她的, 但却也忍不住笑了。 周启正, 为什么忽然送她出国? 她沉默了片刻, 到底还是开了口, 当年她在周启酒店不单单遇上了我大哥。 我忽然间扶植心灵, 明白了一切。 是不是, 她当年一见钟情的人, 其实是你。 周启正没有否认, 不提她了, 不管怎样, 我大哥生前很爱她, 很在意她, 若不然, 也不会再知道她的真实想法之后, 一时想不开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但不管怎样, 我还是要说对不起, 这件事上, 是我让你受委屈了。 我摇了摇头, 若说委屈, 其实也算不得。 我这一瞬, 甚至还在想, 如果当年她真正爱上的人, 就是周启正的大哥, 那么那个可怜而又深情的男人, 就不会死。 而我和周启正, 也不会走这一段短短的弯路, 但其实这样也有点好处, 毕竟若非如此, 要让周启正这样古板性情的男人, 说出那句喜欢你, 怕是要等到我头发变白, 只说对不起是不行的。 我点起脚, 双手勾住她的脖子, 你跟我道歉的时候, 要说我爱你。 有生之年, 还能看到周启正耳根微红的样子, 我像是发现了新大陆, 乐得不行。 飞飞, 这样的话, 是要回家说的。 你不肯说, 那就是不爱我。 我板了脸, 假装生气。 周启正似乎有点无奈, 我好像被骗了。 嗯, 明明以前在奶奶面前, 你很乖的, 那你是后悔了? 有点。 周启正, 后悔没有对你更好一点, 更宠一点, 早一点让你这么快乐。 周启正忽然低头吻我, 那天在机场看到你, 和你师哥打打闹闹, 沈飞飞, 我很吃醋。 真的吗? 嗯, 一整晚都没睡, 像是矛头小子失恋了一样, 喝了一夜的酒。 这还真不像是他会做的事, 我简直无法想象那个画面, 但心里却不免偷着乐。 我可不信你会干这样的事, 如果不是真的发生了, 我也不信。 周启正, 我快乐得不行, 勾着他的脖子蹦蹦跳跳, 好想再看你吃醋一次。 他瞬间就沉了脸, 你最好想都别想。 但是此后慢慢时光里, 周启正还是经常会吃醋。 吃徐南诗歌的醋, 吃江兰的醋, 到后来, 连自己儿子的醋都吃了一大缸呢。 凌晨三点钟, 五个睡眼惺忪的男人望着骆驼坐在沙发上抽烟的周启正。 三哥你这么晚, 到底有什么事找我们? 喝酒。 周启正似乎很累, 连半个字的废话都懒带说。 他将酒瓶推过去, 众人面面相去。 还是陆离大着胆子问了一句, 三哥, 是不是因为离婚的事儿不痛快? 其实, 离婚也不算什么大事。 现在这年头, 谁不离几次婚都不合群呢, 是不是? 三哥, 你就算二婚三婚, 也无所畏惧的, 丝毫不会影响你的身价。 在京城的婚恋市场, 你老人家仍然是金字塔尖的存在。 那沈飞飞也真是有眼无珠, 她都算是高高高攀了, 还坐什么腰? 陆离喋喋不休, 周启正的眉头却越皱越紧。 三哥当初忽然要结婚娶妻, 我一整个意外地不行, 沈飞飞虽然长得还行, 但也没到国色天香的地步, 闭嘴, 出去。 周启正踹了一脚茶几, 眼底俨然已经带了薄怒。 行行行, 反正就是不让我们说 沈飞飞半个字不好。 陆离老老实实闭嘴, 开始自贞自饮。 几人很快干了三瓶, 周启正更是一杯一杯不停。 陈离喋却没碰酒, 三哥, 我今晚就不奉陪了, 西河一个人在家害怕, 我明天还有一台心脏手术药做。 周启正点头, 你先回吧。 陈离喋起身拿了西装, 和众人各自招呼后, 就出了房间。 赵经泽也跟着站起身, 慢慢一个人在家, 我也不放心, 先回了, 启正你少喝点, 注意你的胃。 周启正傅又点头, 陆离摇头叹息, 又一个老婆奴, 一个个的, 你们就欺负我是孤家寡人, 见天地秀恩爱。 周启正攥着酒杯, 神思有些正正, 他虽然很醉了, 但此时却也清楚记得。 几年前有一次在国外见面, 陈离安不知收到了 关于江西河的什么消息, 一向滴酒不沾的他喝得烂醉, 翻来覆去说的那一句就是, 三哥, 我这辈子好像都没什么意思了, 自己当时好像还有些无法理解。 但这一瞬间, 周启正仿佛有些明白了, 他活了将近三十年, 其实这三十年算是十分枯燥无味的, 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很多很多的东西, 明白自己身上的担子有多重, 天然就知道需要担负的那些责任。 到后来, 按部就班地念书, 工作, 接手周家的所有事业, 她的日常除了工作还是工作, 好似那唯一鲜活的, 有意思的一抹亮色, 都和沈飞飞有关。 忙得再怎样焦头烂额, 却也会挤出时间赶回周家, 只为了最后顺理成章地送她回去。 看她端端正正坐在自己面前, 像个小学生一样又乖又稚气, 紧张的手脚无处安放, 把衣袖都攥得皱巴巴, 想要逗逗她, 却发现自己连说笑调侃的能力都没有了。 她像是个老古董, 又古板无趣, 沈飞飞嫁给她之后, 很少那样笑过。 她不得不承认, 在机场看到她和那个男人笑闹。 她当时真的嫉妒地不行了。 她也想要像那个男人那样揉她的头发, 和她打打闹闹。 但每一次面对她的时候, 却又拘谨古板。 她对于男欢女爱没什么经验, 给她的初体验定不怎么好。 那几次把她弄哭了, 她自己也觉得很抱歉。 去国外出差那一个月, 老想着她, 心里惦念着, 却又表露不出来, 让江兰帮着挑了很多女孩子会喜欢的首饰荷包。 但回国还没送出去, 就收到了离婚协议。 她想, 沈飞飞大约是不喜欢她的。 也是, 她这个年纪的小姑娘, 又怎会喜欢一个不会讨她欢心的老古董。 她拖着没有签字, 以为总还会有转机, 但最后, 还是没舍得继续为难她。 既然嫁给她不开心, 那就放她自由吧。 只是她出国的那天晚上, 还是没忍住追到了机场, 周启正将最后一杯酒喝完。 看了看, 看了看早就醉得睡死过去的陆离几人。 她摇摇晃晃站起身来, 想到刚才陆离说陈领安和赵金泽是老婆奴。 其实她觉得做老婆奴也没什么不好的。 她也想做老婆奴, 但是她老婆跟她离婚跑了, 她没有老婆了, 她才是最可怜的, 比陆离那个单身狗还可怜。 但很快周启正又振作了起来, 因为江兰告诉她, 菲菲的那个诗歌和她一样呢。 她立刻就追到了美国去, 毕竟是自己的老婆, 自己去追回来, 也没什么丢人的。